从1979台美协防条约终止之后 就台湾跟美国断交之后 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直接用到 这么直接而且清晰的语言 会用武力保卫台湾 过去的时候他们开考虑的是什么 中国的反应 不要得罪中国 所以就算是1996年你回去看 当时柯林顿不是决定 两艘航空母船过来吗 他用的是警告 警告中国不要全英举妄动 没有用到直接用武力 然后后面的时候不是还有好几次吗 小布希用的是关注关切 所以你会用到一个我会用武力 这件事情的时候 代表的是美国开始从 过去的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 我们现在解释第一件事情 有人说是拜登口误 或者拜登的政策诠释错误 这件事情他至少明确的表达了三次 而且你注意他讲 他讲的是做过的承诺 不是我们要做的承诺 表示这是一个既定政策 这件事情在去年八月 把台湾类比NATO 刚才宏毅大哥讲了 去年的十月在CNN的 Town Hall的一个节目 类似这样子群的节目里面 人家问他说 好我简单问你 中国武力犯台你会怎么做 他说我们对这有承诺 我们会军事保护台湾 这一次的场域不是媒体 这一次发言的场域是美日安保条约 的两兆 他就算是口误旁边的岸田文雄 也要赶快更正 为什么 根据美日安保条约 同进同退 一方受到攻击 等同攻击另外一方 所以如果美国宣布说 对如果中国打台湾 我会军事 他讲的是military 军事去防卫台湾的话 他的意思是帮日本也宣布了 日本要跟我一起去 旁边你看两个站在那边 这是讲好的 所以这是一个严肃的政策的宣布 或者我们正确来讲 就是过去的战略模糊 现在走向战略相较起来 比较清晰 因为俄乌战争给全世界一个教训 与其事后拼命的资源 事前的红线采清楚一点 代价相对比较低 这就是一个决策背景 那第二个 这一次为什么拜登 他首次实体访问来印太 就要处理这种事情 你看他印太的布局 IPEF 印太经贸 印太经济架构 虽然发起国现在没有台湾 但我们还在努力第二轮 但是印太经济架构 剑指中国 它是一个没有中国的供应链圈 台湾当然会有角色 我可以在那边预告了 大概未来的三个礼拜内 台美会针对这样的事情 就是台湾跟美国的伙伴关系 会有非常具体 非常密切的进展 我们国人可以等着看 另外 QUAD 今天日本就在跨的 四方安全会谈 IPEF是经贸的 是产业的 QUAD就是军事的 安全的 跨的里面 岸田文雄讲了一句话说 任何在印太地区 不容许用武力改变状态 所指的武力改变状态 有四个地方 东海 台海 南海 中印边界 这是一个安全军事的会谈 一样是剑指中国 台湾一样在里面 那另外一个叫做AUKUS AUKUS 是澳洲 英国 美国的联盟 那澳洲最近刚政党轮替 他的劳工党 刚当选的 马上赶到日本来开会 说我们对中国的政策 与之前的执政党 完全一样 所以你看这整个布局 简单来讲就是 剑指中国 捍卫自由民主阵营 包括台湾 现在是美国的总统 直接谈台湾问题 那中国要反弹 白宫 发言人 这边讲说 没有没有 我们对中国政策 我们对台湾政策不变 这句话内容是什么 没有 对台湾政策不变的内容 没有实质诠释 可是什么都在变 只有嘴巴讲的这句话不变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重大的改变 美国的 不管是这一个 布鲁金斯研究所 或者大西洋理事会 或者CSIS 或者是葛莱宜的 那个马歇尔基金会 都针对这个事情说 拜登应该要正式的 做一次演讲或说明 定调 那王委员请教 刚刚讲 叫做military 那它是叫军事上的 军事上我们又要怎么解读 他讲的 他这个回答 没有加前提 这一次跟岸田文雄的联合受访 他的回答最让人家意外是 他没有加一堆前提说 如果是纵红仪打的话 如果是谁打的话 如果是什么因素 如果是台湾的政治主张的话 我就怎么样 没有 他完全没有前提 问他的人说 简单问你 中国武力犯台 美国态度 美国会不会协助防卫台湾 Defend Taiwan 他说 Yes 是的 我们对这里 对这件事做过承诺 而且他还讲了一句话 共机骚扰台海 对 那是讲火 他加码说 共机在骚扰台湾 ADIZ 这件事情 他特别把他点出来 所以他讲的military 那玩火他能怎样呢 他讲 我简单举个情形 这次二户战争看得很清楚 情报分享 这么重要 很重要 对中国来讲 俄罗斯跟乌兰斯陆地连着 台海隔一个台湾海峡 你20万大军 坐着船舰送过来台湾 就算你一个都没有解决 全部爬上岸 当你第二批 运捕油料弹药的船 要过来的时候 第七舰队都开进攻海 也就是台湾海峡 你是要打美国 还是要不打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可以讨论 但是他那一个 用军事力量协助防卫台湾 没有加前提的回答 这是大概这40年来 连续三次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拜登昨天说中国的军机到台是玩火 后来国台办发言人朱凤林也说 美国在玩火 美国打台湾牌是玩火 对他在玩火 但是我觉得他这里面讲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我觉得蛮重要 就是说 他说我们要确保 现状不会遭到片面改变 表示什么 马英九一直骂 你蔡英文你不承认九日共事 你就破坏现状 抱歉 现状现在美国认为 蔡英文没有破坏现状 是中国在破坏现状 所以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他说我们 他说如果持续 他说中国一旦以武力攻打台湾 是要付出代价 而且他是以俄罗斯为例 所以他在警告 如果你要打台湾 你会比俄罗斯付出更大的代价 就先做警告 再来他说 我们虽然是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不表示中国对台湾有管辖权 这很重要 我们一个中国政策是 一法三公报六保证 就我们是一个套餐 你虽然我们说一中政策 可是我们不表示 你有管辖权 所以你也没有资格对台湾动武 再来他讲说 我们会跟其他国家一起来合作 包括台湾 那是什么国家 就是日本 甚至韩国 美日安保条约 美韩有共同的防御 共同的防御 所以他意思说 我们不是单打独斗哦